今天其实行政院老苏贞昌呢 他当然还是被记者呢 追着跑问问题 但是反正他选择不回答 不回答有两题 第一题呢记者问他说 那你第二季会不会打高端 他不回答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那你的薪水要不要领五倍券 他也不回答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一直讲啊 五倍券等于现金 五倍券就是现金 他们就说好啊 国民党就说 那为什么这些政务官的薪水 全部都用五倍券来支付 虽然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啦 他呢再次重申 行政院把去年的经验再精进 希望各项业者 大家都能够受贿 我先问浅秋 事实上呢 这个东西已经在民党内 他们自家人已经摆不平了 地方上完全炸锅 那就希望说 你要就是给我发现金 可是很坚持 不发不发 其实后来我再仔细问了几个民进党立委 私下去请教 我就不懂 为什么孙昌这么坚持 可是真的越问越清楚 其实就跟大家所猜测的一样 就是为了宣传 你想想看打做一个消费券 那个易放券 再个什么乐游券 什么券什么券 他光一个券的游戏规则 因为搞得很复杂 所以大家就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 就可以宣传一个月到两个月 然后大家每天在封 这个很难耶 乐透不是要选号吗 那个很复杂 我们要怎么玩怎么玩 每天都是新闻都有新闻 是游戏规则非常复杂 以他现在目前民调 在已经谷底的情况之下 他想要透过这样的行销手法来玩 第二个他就说 给台湾人就是要钱 他真的讲很白 他实际上说台湾人要钱 现在这种意见这么多 到九个时 钱发下去就没问题了 关于什么钱 现金也好什么券都好 他是这样想的 民党的思维是觉得说 反正到时候钱发下去 他们就不会说话 台湾人就不会再说话 有钱就好 真的吗各位观众朋友 跟你想想看 那个过程当中 上一次三倍券 已经23亿当中的公本费 是 要花那么多钱去印制 然后给很多中间的公司 或者是所谓的承包商 通通赚走了 那如果直接给人民有多好 那现在明天 民党中常会 那据说有些人 也要提这个问题 因为孙昌院长 虽然号称要去跟管党团 沟通听党团的意见 那显然他们都不觉得 得到意见的尊重 因为地方会炸锅 尤其是一些什么 所以明天 民党中常会精彩了是不是 也许后没有讨论 因为不是记得有些议题 在党中常讨论的时候 蔡英文会不高兴 会不悦 荣心不悦 奉心不悦 可是会不会民意的压力 很大的时候 小英说话了 因为如果真的这样干的话 苏贞昌就是下台的那一天 你要想想看 民党其实哪什么时候 会有他们一起跳起来 一起围攻一件事情的时候 很少很少很少 上次这个何志伟 不是讲了一个 这个美珠 莱珠的事情 就说死小孩 还叫内政部长下台 不是就差点被围剿吗 可是为什么大家这个时候 却会这样一致的围剿 就是苏贞昌 现在不是到时日无多了吗 还是他真的要拼 这最后的时间点 在自己的任内上 用来炒作新闻使用 来拼民调 但是现在因为他们 慢慢的同步在做 把所谓的解封的程度 慢慢再开放 当这个开放程度越来越多 越多小吃摊跟内用的商家 可以开始营业的时候 好像这个感觉被限制感 降低了 是不是这样子所谓的消费券 就比较能够符合他们 那加上现在所谓模拟板 现在还在测试民意的风向 如果说这个中低收入户 好啦你们中低收入户 付不了一千块 我政府一千块 汇到你户头里 然后你还要很麻烦 你再去换 对 要去兑换 四千块 真的是冒名其妙脑袋坏掉 脑袋有动 你不只能就人家中低收入户 你就直接给他现金了 你就知道他是中低收入户 我们现在是纾困 然后就是要把所有的制度 搞到全世界最复杂 然后越复杂 那就越有人当中可以赚钱 所以就是土利没别的啦 这不是一定的嘛 就是有当中可以绑标的厂商嘛 这个才有真的铁票在里头啊 这太可恶了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网友吴月娥 她抖内进来留言 她说一个防疫失败的指挥官 不论你多么会说漂亮话 你都不会成功 也不会得到掌声的 那么最后她说中天加油 好非常谢谢你 要现金这件事 我们来看到在民进党 我们就只看民进党好了 民进党立委周春敏呢 他就说在地方上 已经听到很多乡亲的声音了啦 包括呢是不是你直接发现金 还有也不要拿什么一千块钱去换了 全世界绝无仅有 只有我们呢 要先掏钱买券 还有这种事 那都已经在纾困了 你还要先掏钱 民党立委郭国文就说 不要再复制去年三倍券的政策嘛 因为去年三倍券 明明就是一个失败的政策啊 好今年再演一遍 再来一遍 民党立委网美慧说如果发行五倍券 要民众先拿钱出来兑换 是哦 我也觉得这个是问题最大的 一家三代同堂 可能你要先掏出八九千块钱来兑换 八九千你说你一千感觉没有什么 八九千就有感了吧 这个一个家庭来说 也是一笔庞大的支出还有负担 因为有些家庭 我过日子都已经快要过不下去了 你还要叫我先掏个八九千块钱 这像话吗 所以王世坚直接说了 每个人每个月至少开销一万元 发五千元的现金不必考虑民众存起来 因为苏珍昌一直坚持说 我发五千块大家会拿去存 就不会拿出来消费 然后就被大家小说 你以为五千块能花多久 花两天就花完了好不好 对啊 王世坚就说生吃都不够了 对不对 哪有办法拿来晒干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 民党立员党团总召 柯建民也在讲 他说希望政院每一次要做决议之前 先跟党团讨论一下 政院每一次都做成了结论 才叫他们一起买单 这次他再也受不了 也不忍了 地方完全炸锅了 摆明了就是你苏贞昌一意孤行 为什么这么一意孤行 真的只是为了宣传吗 我觉得他有很多的考量了 因为虽然我们在理性跟客观的 科学的数据都告诉你说 去年的消费三倍券是失败的 因为经济学家已经换算出来了 说他的经济效益很低 也就是说你花了那么多钱 然后成本那么的高 然后他还没有计算 我们每一个人去兑换 去领 去兑换 还有商家去兑换的时候的 那些时间成本 行政成本跟人力交通 运输成本的损失都还没有算 全部都没有算的情形下 都已经告诉你说 他的经济效益是零零零零几 那是按照我们一般的公共政策来说的话 我一块钱的投资 我应该要得到多少 例如说两块钱或是25%以上的收益 但是他说这个连这个收益都没有的情形下 而且反而是一种负支出 是不对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科学数据是来自于税收 我们去年这个地方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内的消费税 国内的 也就是我们的税收里面 有关于国内的消费是呈现负成长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你的三倍券没有刺激了国内的消费的这股力道 因为如果你国内的消费力道升高的话 你本身的税收 政府的税收就多了嘛 那也就是说应该是正成长 结果是11年来的负成长 这代表三倍券其实是失败的 也就是说不管是经济学家 或是财政学家都告诉你说 去年的三倍券是失败 那为什么你今年你还是要这样做 还要再让他失败一次吗 那问题来了 就是说你看这段时间以来 苏贞昌几乎没有任何声望 没有任何声量 然后呢负贫很多 然后他的不满意度超过他的满意度 不满意度超过满意度 没有网络声量 没有新闻可以做 然后他脾气也发不出来 然后他就闷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因为防疫的问题就是陈时中 陈时中就是这样 其他的事也都不关他的事 因为两岸的问题 也是这个蔡英文他们在弄 所以他什么都没做 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在这个时候他几乎是不存在 那几乎不存在如果发现金 一次性解决了 但是传过水无痕 也就是说这个直接钱 汇到你的账户内 那你的你只是你的存款 你的账本多了四千块进账 就这样子而已 那对他来讲他不存在 可是我如果发给你消费券 你要去领我存在了 你要排队去领你就存在了 拿到了消费券 你一直便记的这件事 大家讨论的这事 对然后讨论啊骂啊 声量啊不管正负面的 都有嘛都会上来嘛 然后到最后你去拿到那张以后 你把它放在你的钱包 然后你去吃东西的时候 拿去付给他再找 你每天就在看的消费券 然后那个消费券就一直它存在 那是我苏丹昌发给你的 那是我苏丹昌发给你的 所以我的三千三倍券的时候 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苏丹昌发给你的 现在我再给你五倍耶 我苏丹昌发给你的 可是对民进党的人来说的话 他们不太理解 就是说那既然 就是事实上就是发四千嘛 那为什么要老百姓再掏一千 去换五张呢 就换五千呢 你就干脆直接花给四千块给他 对 这个对苏丹昌来讲的话 这样子就变成跟马英九一样了 也不行 也不行 因为马英九就是直接给你嘛 我记得我儿子那个时候去 拿了那个钱换了一双球鞋 就是他们就说是马英九送的 因为马英九就直接给你嘛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不行 这样跟马英九一样 国民党一定会讲他 说你就是学马英九 所以我一定还是要跟马英九不一样 所以我绝对不可以直接给你四千块 你一定要拿出一千块出来 那这样子才凑五倍 你拿的是五倍 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四千嘛 但是他一定要告诉你 是五千哦 五倍效益之类的 所以然后这次比以前更多 所以你应该要感激我 所以他认为说等到老百姓拿到这个钱 开始在花的时候 心里面会爱他的 我觉得苏丹昌为什么那么的坚持 他是认为说当你在花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是我苏丹昌送你的 你不要忘了苏丹昌托我一票 不是 托他女儿一票 可是近平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对苏丹昌来说不会有反效果吗 因为民意反弹 而且民怨沸腾 这还是在民意党内部 他们自家人呢完全不买单 那这样的声音是越来越多 他们分成两派嘛 一个是什么恩贝派 也就是说就是喊到什么一万两千 但是呢你不要再掏钱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现金派嘛 像高嘉瑜什么的 他们就说这直接给现金了啦 那其实一直在讲 就是说苏丹昌紧咬着 就是说你现金会存起来 那我们看到世界各国 不都发现金吗 那先来看看日本的例子好了 日本呢发了是十万日元 台币两万五千元 那没错 一开始他的储蓄的总额 创下了历史新高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有拿去存 但是呢之后你会发现 他们的家户消费水平 也连续上升五个星期 同时连带的使得申请社会救助金的人数 就相对下降 所以是不是应该也是要看长远的 因为其实韩国也是 你会发现说你担心存啊存 没有耶 后来大家都还是花掉的 更何况台湾这个 说穿了不过才四千块 好你算五千好了 大家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替代性消费 其实你要看你这次真的要发所谓的现在五倍券 要有五倍的效果的这个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那如果一直在讲去年的三倍券的话 那去年其实是疫情刚开始 从去年的这个年初 然后一直到整个一整年 然后有一些行业受到了这个影响 尤其是旅宿业餐饮业观光业等等 然后再加上两岸关系搞得很糟糕 其实在台湾有很多 台湾后来这个这十年来 很多的这个产业服务业的这个比例蛮高的 那服务跟观光的这个部分受到冲击很大 所以去年在讨论的这个时候 从中央到地方都希望说对于店家 对于商家尽量的采取有一个可以刺激他们消费 振兴经济振兴消费 所以要不然为什么去年你看 在推出了三倍券之后 又有一堆什么农油券夜市券 什么这个买书也可以用的这些什么券 对不对 所有的文化部什么都有 都是希望民众你能够从你口袋掏钱出来 去买东西 然后帮助店家不管是餐厅 还是饭店旅游业 还是说你要去书局 甚至电影院买或者买运动鞋 这个都有体育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消费都有 就是刺激 所以去年的目的叫什么叫振兴 所以去年是以振兴为主 纾困为辅 那纾困为辅只是说 怕民众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花可以消费 所以政府你用一千块我们就换了三倍券 三千六百块给你 然后让你去可以这样子三倍券三千块这样子 可以帮助你然后也帮助到真正消费的店家 但今年整个时髓进签 整个主客观已经扭转过来 我刚说去年是以振兴为主 纾困为辅 今年呢 你如果按照市场行销 你必须知道你的target 你的对象 你现在行销的重点是 今年是以纾困为主 倒过来振兴为辅 这就很你就可以理清你的那个政策的逻辑了 你今年当大家不只是这些百工百业 我刚讲去年受到影响要振兴的店家 今年还是存在 可是去年民众和很多的上班族领月薪的 他可能还没有感受那么深刻 可是今年三级警戒有两个多月 有很多人根本没办法工作 然后甚至因为要照顾小孩 他可能就是根本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出门这个赚钱了 所以连民众都受到影响 不只是店家 所以去年那个没有受到很大冲击的主体的民众呢 今年也受到很大的波及 全部都被连累了 所以今年你就要倒过来 纾困为主振兴为辅 你要针对这些民众 当苏贞昌喊出来说 五倍券就是现金 五倍券就是现金 那我问你院长 五倍券我可以拿来缴学费吗 五倍券我可不可以拿来缴房贷 五倍券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缴房租 我不要讲纯起来 纯起来对民众小老百姓的小确信来说 是梦想是奢求是奢想 我只问院长大格魁大官员 你们这些民进党大官 你们说的五倍券是现金 院长你说是现金的话 我可不可以拿去缴贷款 我可不可以拿去欠人家的钱还钱 人家那时候救急我 不管是私下的民间的借贷 或是信用贷款 小额贷款或者是房贷 房租 我拿去缴给房东可以吗 我拿去缴税可不可以 牌照税 燃料税 还有这个包括了 这是什么我们房屋税 我就是生活开销 我要过日子 我要缴水费 我要缴电费 我可不可以直接拿五倍券去缴 就是代表了 就是我就缴拿学费 之前给保姆的这个费用 可不可以 给安清班 给补习班的 我缴不出来了 可不可以 还有小孩子下学期 要开学的学费 我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就承认你讲的没错 这些都是现金 五倍券的效果 跟现金一模一样 我刚刚讲的 缴这些所有的民众 他的所有生活开销支出 都可以用得到 那你今天如果五倍券 跟复制去年一样的 这个状况 去年三倍券 我刚不是讲过了吗 去年振兴 所以你希望老百姓一起带动 今年连老百姓都没办法 养活不了自己 还要帮你一起去振兴 刺金那些店家 就像刚刚王世坚 我们在引用他讲的话 生日都不够 还要打冠 就是说 每个人开销 他讲的 他讲的重点是一万元 你要五千元 现金都不够怎么可能 那我讲的就是说 去年大家都 那个Candernato 一起来想办法振兴 今年连Candernato的能力 我都没办法 让民众很多的受困的 都要受到这个纾困 你看今年三级警戒前后期间 多少的民众到银行大牌藏龙 那个你看到会炸蛇 就跟到这个检测站 或者去做那个 这个COVID-19的检测 打疫苗的人一样多 因为为什么 除了这个之外 健康的问题之外 生活的这个吃不下去 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 就是一个问题 走投无路 所以政府要想到的是 你今年绝对是纾困为主 振兴为福 把民众当成所有的纾困的目标 纾困的对象 你延续你当时在三四五月六月的 这个这一串四五个月来的精神 想要把这个钱发给民众 那你就真的用现金让大家落袋为安 连民进党立委为什么会出来喊 民进党这些议员 从县市议员到立委都会出来 因为他们有选票压力 苏生昌已经脱离选举很久了 难怪你现在官越做越高要回去再去选什么 选新北市场选都选不上 就是因为你脱离民意太久了 人家要选举的 包括我在内要选立委选议员的 到底知道民众在想什么 唯独你苏生昌不知道 这是你民进党最大的危机 好谢谢大家 请这个聊天室人数继续 帮我们hold住再往上冲 那老朋友Doreen Yeah 好久没看到你 你donate进来 你特别提到了是这个 勘灾政治学就是空心菜 还没有打疫苗 那下乡勘灾周遭的人必须要打了才可以 怪不得要离开群众远远的 或者也都归为特权施打的名单吗 他提出的问题 好我们就来看 其实总统昨天下乡勘灾到了嘉义和云林 这个勘灾行程勘灾通知是临时决定的 而且呢严格来说是不开放采访的 只有统一提供新闻资料 那当然就是媒体报导就说 有蓝银讲是不是在2018年云豹假车上面的 他有一个这个心理的阴影还没有除去 因为当时被呛得很惨 好所以总统府赶快就出来否认了 说没有哦 是因为防疫所需 我们才不开放采访 所以总统府这边提供了影音新闻稿还有照片 所以说什么禁止采访 不对这是假新闻 而且呢 昨天在嘉义云林都有媒体记者在场采访 有啦是真的有在现场采访 但我跟你讲 隔了30公尺远 所以你就看到呢 总统记者在那边吼来吼去 对所以赖教授 对那他说是防疫啊 防疫所以要隔开隔这么远 那这个不是这就没有防疫问题吗 这不是也是群聚吗 这张照片 到底我们现在可以群聚还是不能群聚 不能啊 那不能为什么总统要群聚呢 对可是他叫媒体不要群聚 媒体离他很远 对那为什么单独对媒体呢 然后对一般的就不用呢 还有总统到底打真的没 没啊他说要打高端啊 那他旁边的人全打了 所以就他一个人没打吗 还是说他旁边人都没打 然后他们都在冒着风险 还是只有总统没打 其他的全部都打 我觉得总统有没有打疫苗 这个大家也很关心 当然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打了还是没打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在旁边的这么多人都群聚在那个地方 到底是有符合规定还是没符合规定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画面 这是新出来的画面嘛 也就是他这次去抗灾到这个去跟着陈吉仲他们去的时候的画面嘛 那会不会都很靠近呢 那到底现在是可以群聚还是不能群聚 我就不太知道这个到底标准跟规则到底是如何 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还是应该保持一个距离 还有就是人跟人之间群体跟群体之间 还有到底多少人能够在一起 然后多少人不能够在一起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都让我们还是不太理解 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单独的对媒体要离远一点 要离这个30公尺很难采访 这个30公尺怎么采访 是又吼的啊 昨天就吼来吼去 但是我可以装没听见 或者说你提的问题我不想回答的时候 我就没听见 然后就回答那个我想讲的话这样子 这个不太好 他本来可能安排也不受访的嘛 对不对 他就说我把资料都给你嘛 影片啊新闻稿都给你 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这段时间 蔡英文消失太久了 消失这么久以后 大家都在问他到底在干什么 然后他这段时间到底在做什么 还有我们这段时间除了防疫以外 还有很多问题 然后那些问题到底有没有解决 什么都没有说嘛 那也就是他就是消失 还有这个苏联昌也消失 那在这段时间内 这次的灾情又都这么的重 龙损这么的严重 而且南部的灾情 因为之前说大雨会到南部 而且会很大 我记得立冈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这边 南部已经淹了 泡在水里快两个星期了 对那时候还没有来之前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那个立冈就说 哎呦这次南部会很厉害 很厉害 已经很早很早在我们这个节目 就已经预告了说 这次会很凶很凶很凶 他那时候还在这边 那时候你主持 我记得是八点的时候 那时候立冈说这个水会很大 果然就是跟他判断的一样 这个水真的很大 那对南部来讲造成这么大的一个 严重的一个灾损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这个总统院长 还有就到底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观众会觉得很纳闷 就是说到底这是一个公开的行程 跟灾民之间的互动 是他要去了解灾民 他应该要去问灾民到底怎么一回事 而且他既然已经是公开行程了 那我们的新闻人员大部分都打疫苗 我没有打到 我知道我们很多新闻人员 他们都是有打疫苗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要不就是建立一个疫苗护照 或是疫苗身份证 你有打疫苗的新闻人员 可不可以贴进去采访 在这点上 我觉得至少 没有 免得在那边 又说别人知道假新闻 因为你自己本身不明不白的时候 你当然就会让很多新闻的人员 他本身在用字潜持的时候 你听起来你就会觉得说 中间是有距离的 中间有距离不见得是 它是假新闻 我觉得在这点上 不要随便就用一个假新闻来去盖 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文字上 因为本来文字就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东西 一点点差可能意味就不一样 而且你的解读角度不同的时候 你解读出来也都不一样 但是不能够随便就说 这是真新闻 这是假新闻 因为假新闻不是你说的算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当天的采访里面确实是隔了很远 那大家就问是为什么要隔那么远 然后你又是为了防疫的需要 可是大家又看到说那你跟那些官员 然后又怎么又那么的近 又那么的近 那所以大家才会觉得 怎么标准乱的一塌糊涂 到底你要我们怎么做 那我们新闻人员没有画面 没有声音 没有问到你的问题 然后我们回来 我们怎么去把我们的新闻做报导 可是你又告诉我们来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做报导 也就是说你通知我们去 是因为你要我们新闻人员帮你做报导 但是你又要隔那么远 然后又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报导 那这个然后最后 一定要用你的统一的发稿 统一的影音 这个部分里面就对新闻人来说的话 那干脆你开 全国的新闻都你做就好了 那大家都不要做新闻了 因为反正就是你统一发稿 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 就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 因为只有一家官方的新闻 那就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 好那之前也在第一线跑新闻的竞评 对 怎么看 其实我是觉得 是不是跟小英的风格有关 就是说他现在 他什么事情都要say得好好的 以昨天那个下乡灾灾来说 比如说像陈吉仲 昨天摔了两次 摔得那么惨的情况之下 如果发生在小英身上不得了 他绝对受不了的 那当然有媒体解读说 是不是他过去有一些灾灾阴影 我们怎么讲 我们调出来看 2017年的时候 蔡英文南下屏东灾灾 我觉得他也是想要表现得清明一点 接地气一点 所以他就问说 有没有被淹到 灾民想翻白眼 每个人都淹了三天了 那这真的有点糗 那隔一年 这个有名了吧 对不对 他大家云报勘灾 然后灾民在下面呛 你下来我们都泡在水里 总统怎么能够站在干的地方 后来他真的下来了 是不是 他下来用走的 所以我要说 就是说他这些东西 对他来说他再经不起 那所以他这一次 他干脆就是 你们都远远的 远远的看就好了 你要什么我提供给你 2018年那一次 在被灾民呛的时候 下来走 不要坐在云报的双甲车上 好像在观光灾区一日行程 被骂了之后 听说国防部军方内部安排人员 跟总统府府方的幕僚 被他们总统府上面的骂翻了 骂翻 就是回去被检讨 所以你说有没有阴影 肯定有阴影的 蔡英文没有大家想象的 那么强大 能量 正能量也没有那么满满的 而是会有这种 他很在意这些 因为2018年那个事情 直接被他们检讨认为 影响当年2018年年底的选举大败 有哦 整个总统府和民间党执政高层 塑造成高高在上 何不食肉迷 然后不知民间己果的形象 声绕在民众的心里 然后结果在那一年年底的选举 九合一选举 整个民进党遭到民意反扑大败 所以他们被检讨的矛头 其中有一个指向就是说 那个形象的建立不够坚强 不够内训 而且反而变成反效果 负面教材 所以后来在媒体的安排 他们其实我听总统府和那个 那个跑总统府跟跑那个 军事的记者讲 他们管制新闻管制的非常严格 在英文上任之后非常非常严格 我跑过陈水扁 我跑过李登辉 我也跑过马英九 总统府我都跑过 跟着出国也都访问过 军事也访问过 灾情也访问过 我光是看刚刚那个画面 如果我另外一个好朋友 韦翰在的话 我们两个一定会心有戚戚 因为以前都是总统府联谊会的 可以离那么远 镜头是Longing 摄影大哥都很清楚 看到那个镜头 然后陈吉仲差点亮呛要跌倒 他是要给总统展示说 那个泡水的那个土豆偷刀 结果没想到差点亮枪 然后被旁边的民进党立委 赶快扶着他 好像美能救英雄一样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画面 记者没有办法在旁边直接 就近距离 就像不要说我跟赖老师之间的 这样子一公尺的这个距离 我跟千惠这样子保持好几步 大概三四公尺的距离都没有 是这样子三十到五十以上 所以张敦涵中统府发言人 他硬要骂记者说 这个是假新闻 那我就要讲你张敦涵 总统府发言人 你说的是假行程 你们这个不叫真的行程 因为你们是管制的行程 你这个叫假行程 因为第一个 你为什么到了当天早上才公布 总统府的行程说下午要去那边 如果是总统府的行程 是前一天电视台 平面媒体那个电子媒 大家都知道总统府行程 是前一天就要公布了 你前一天没公布 你当天早上才公布 当天下午要去 那当然当天下午公布的时候 记者自己跑去嘛 一定会通知地方 因为你从你那天早上才去 那天下午 你没有办法像前一天 一样sng车可以调度 你电视台如果作业的话 那些什么转播车 或sng车采访车可以调度 那你你如果那天 紧急公布下午有这个行程 只能就近叫地方记者 或中部新闻中心 或南部新闻中心 可能现在很多电视台 跟平面都没有那么大的资源 跟建制能量 就近叫地方记者 就直接过去拍 过去拍了之后 那你又只能隔着远远的 因为是管制区嘛 你看总统旁边都是特勤随务 跟官员包围住他 构筑了这个长长的人墙 再加上三五十公尺的距离 你根本听不到总统在讲什么 跟旁边的官员有什么互动 跟看了旁边的农民有什么讲法 根本听不太清楚 那如果说总统讲错什么 或是像刚刚讲的 你们泡在水里面啊 你们淹了几天啊 你的那个农产品损失多少了 问这些 如果有些稍微没有尝试 没有底气 稍微有点白目的话 不就被记者听到了吗 距离那么近收音机就会收得到啊 麦克风也会看到 也还会拍到那个民众 可能厌烦的表情 所以要帮你拉开 三五十公尺远远的 就像民进党一直在骂中国大陆 你看啊拍习近平 就好像拍神一样 我们只能远观 只能这个这个这个 远远的保持距离 可远观不可泄万烟那种感觉 只能这样子 然后隔着这样一个距离 跟人墙去拍人家 那你现在还不是学人家这样子做法 你用这样的方式 而且你用了淋漓尽 还说这个是行程 这是公开的行程 然后就骂人家批评你们是假新闻 所以他骂媒体骂记者说是假新闻 我要说他们讲的是 他们自己那个行程才叫假行程 因为我就问你记者能不能 如影随情就跟在你旁边 除了你的特勤随护人员保护你之外 旁边的人是不是都不要动 根本记者没办法靠近管制去 那哪叫什么行程 我刚说的例子是 蔡英文身为三军统少 以前这个总统带着军事记者 从军事记者去跑 新闻是很正常的 那蔡英文刚上任的时候 还会找军事记者一起去采访 那时候他跑去花莲视察 说这个空军基地 然后这个媒体呈现出来 版面效果还不错 没过多久 2016年6月4号 他去采访 他去参访澳洲 那个澳门的 那个宜兰苏澳 苏澳的那个海军舰队的 一个这个鸵枪舰 他说我是第一个登舰的总统 马上被军事记者听到说 哎呦 以前马英九就登舰过 你哪是第一个啊 回去写的角度不一样 跟他们say 好的 防疫你就是做